念佛的人注意你的嘴巴 擦到好了就走了 师兄对不起他要不要 这个脸有晚上可不可以用摘 今天饭不够吃回家吃自己吧 我想念阿弥陀佛能怎么会是这样呢 答案是什么 嫉妒心 甚至有些更糟糕了 嫉妒的时候还会到师父面前去告状 讲师兄弟的坏话 这是不好 所以公主话写在旁边 中国有一句话 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你一直喜欢讲是非 其实你本身就是是非人 佛教徒里面我昨天说过 佛门里面没有地方是圆满的 没有地方是清净的 的确 有人的地方就不圆满 我们要去看别人的优点 不要总是去看人家的缺点 这个师兄很丑 那个师兄很不庄严 这个师兄很邋遢 这个师兄很爱面子 你都是看人的缺点 其实谁最丑啊 你最丑 你的心很丑陋 各位很有智慧 讲是这样讲 出了门 明天就不要吃酸葡萄 新加坡有没有卖葡萄 有 但是都是甜葡萄 所以嘴巴要柔软一点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嫉妒别人 你应该看人家的优点 比如说 哎呀 这位师兄很发心 你看 从早做到晚 都没有抱怨 哎呀 这位师兄 真的很难得 真的长得很壮 搬东西 他都很愿意搬 哎呀 这位师姐好细心哦 你看 把佛堂布置得这么庄严 我们要常常 生欢喜心 但不是假假的 而是呢 真正要去赞叹别人 你就呢 随喜功德 这样子 注意听 他做的算事 你也得到了功德 但是又注意了 现在又小心咯 你不能说 专门贪人家的功德 师兄你做得很好 你做好 待会随喜功德 那你就准备减功德 这个也不对 我觉得很多联友很奇怪 听佛法很厉害 都会想到奇奇怪怪的 随喜功德不是这个意思 随喜功德是 真正转变自己的嫉妒心 然后看人家的优点 真诚赞叹别人 那这样子 你的人缘就会好 眷属就会圆满 知道吗 随喜功德很重要 下次不要变成 酸葡萄的心理 接下来再看 换灯片 随喜功德是讲 心中常生欢喜心 跟随喜心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 像白色的莲花 没有任何的是非 没有任何事的计较 没有任何的比较 你的心才会精进 所以随喜是从心里面 真正赞叹别人 对不对 我们凡夫也要赞叹圣人 我们凡夫也赞叹佛菩萨 凡夫也要赞叹一切众生 都有他的功德 请看经文 若诸一百一十一页十六行 若诸众生从布施 持戒等修六度波罗蜜的功德 乃至所做的一切的善事 福事都是从哪里 从他欢喜的清净 身口意所产生的 若他已经做好了 以具足就功德圆满了 我们要赞叹 限聚就是说 他现在在努力 在帮助众生 功德正在积聚 through the process 他在努力 我们也要赞叹他 第三个 即已当聚 未来他将来 要累积这样的功德 我们也要赞叹 在这里我就多说几句 新加坡佛教很新设 每个寺庙都有很多建设 我们也要生水洗心 就算你没有出钱 你也希望 希望他都建成 将来利益很多众生 不要动不动 讲奇怪 怎么这个有钱 那里要钱呢 不要这样想 因为他愿意做 你要生水洗心 了解吗 因为我们做不到 但是我们要赞叹别人 他肯这个欢喜 所以我常常说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没有钱没有利 心中也要生水洗心 而不要去说 泼人家冷水的话 对不对 有些连友讲话 真的太直了 直到都少一根金 也没有了 想一想 看到他 哎哟那个 我掐指一算了 不可能的啦 不可能的 其实你那时候 就生没有水洗心 你应该希望 人家做好事嘛 假如人家做好事 他的寺庙 能够利益很多众生 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也予有荣焉 举个例子 像师父不属于 慈激功德会 可是我也常常公开 赞叹慈激功德会嘛 对不对 他们也没有给我广告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修水洗功德的心嘛 不然你来做做看 你会做得比较好吗 我想你可能没有他 这么能干 做得这么好 这么有效力 可以救全世界的人啊 所以我们应该 生水洗功德的心 请看经文 声闻 读觉 诸佛 菩萨 所有的圣人 乃至于凡夫 他都曾经累积很多的 善心 福德 我都要水洗 那你会说 师父 圣人我跟你们水洗 凡夫我们为什么要水洗呢 因为你也是凡夫嘛 你要凡夫 也要水洗人家的 凡夫的功德 慢慢慢慢的水洗的功德 累积的时候 你才会变圣人 好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地狱恶鬼畜生的众生 有没有功德呢 有啊 你有没有想过 乌鸦有 反哺之恩呢 羔羊有贵乳之恩呢 对不对 你看那个乌鸦 乌鸦呢 母的乌鸦 也会呢 去找虫 然后回来呢 照顾他的小孩啊 你看到妈妈的那种慈悲心 也值得你学习啊 有时候我们要想 这个时代 年轻人想法不一样 可是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好妈妈 也很难啊 那你说呢 狗啊 猫啊 有没有善法呢 有啊 狗跟猫 当所有的众生伤害他的时候 狗爸爸跟狗妈妈 都会保护自己的小狗啊 他们也有他的善心啊 他们的善心虽然很小 但是也值得我们水洗啊 因为他们也有佛性啊 再看下面经文 如是随即者 是最为殊胜 最为安住 最为特别 而且最无上 可以射受一切功德 是最为美妙 wonderful 或auspicious 无上者 甚至没有比这个更超越的 叫无等等者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量扩大了 写在旁边 心量扩大了 心量转变了 这个是他水洗的意义 所以 普贤十大愿要修 十大愿亡 水洗功德 但是我要提醒你 水洗要从真心 不要水洗斜大变成 油头粉面 夹夹的 哎呀师姐 你好庄严水洗 请你讲 丑八卦 这个撒行真丑 不可以这样 那你这样不但没有水洗 其实你还遭更多恶念 对不对 哎呀师姐 你比较壮啊 水洗你的功德 你做 我旁边喝茶 水洗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乱乱用 水洗是说 我真诚的 我做不到 可是你已经圆满了 我真诚的祝福你 赞叹你 接下来你也可以问 你在帮忙 你需要我帮忙吗 假如我做得到 我也愿意参与 那这就会升起 水洗功德 更无量倍数的功德 好 请看下面 一百四十四 若我所有福 稀以为一博 回予诸众生 未令得正觉 请看幻灯片 这是第八愿 藏随佛学愿 为什么要藏随佛学呢 因为藏随佛学啊 你才不会走错路 你才能够得到 清净理智的果报 所以从古至今 各行各业 你能够遇到 好的老师教你 这是你的福气 接下来请看经文 若我无始劫来 流转以来 对于佛法 生三宝 以及别人的各种各的旁边 无量无边 所累积的各种福德 乃至于 这是在八十八佛唱回文里 也有这一段 乃至于我看到一个畜生 狗啊猫啊很可怜 拿一团之石 一团就这样 手掌 捏面条这样 一团之石丢给他 哎呀 我看他可怜 这一念的功德 我都要随喜 接下来再看 有些人有归一的善根 比如归一三宝 有些人他知道自己做错了 还不会狡辩 而跟你道歉 悔过的善根 乃至于有钱 欠请善知事注释的善根 乃至于随喜所有的善根 这全部的加起来 匹皆称良 共为一搏 合起来呢 就像手掌一样的 一团的饭这样的 我都希望给布施 给一切众生 我为诸众生故 所以如是回向菩提 希望所有一切的众生 都以此善根呢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得到一切种智 得到一切自智 就是指得到成佛的一切种智 所以叫常随佛学 所以看下面幻灯片 这是我在菩提加爷拍的 满院Maha Bodhi Temple 外面呢有一个石头 就是刻的佛的脚印 那很多人看到了 为什么要在这里供花 表示要常随佛学 好我们常常讲 一步一脚印 其实慈基讲的一步一脚印 是来自于佛经 这是佛陀说的 常随佛学 沙滩上一个脚印 你要跟着佛陀学习 所以什么叫跟着佛陀学习 简单的讲 就按照佛所讲的道理去做 这无形的脚步 它会影响你 引导你走向成佛之道 好接下来再看下面 145颂 我如是悔过 劝请随喜福 即回向菩提 当如如过去 现在未来的诸佛 这个叫做第十月 请看幻灯片 普皆回向月 你可以写在旁边 请看 若我为了诸众生 回向菩提 回向善根 乃至于忏悔 悔过的善根 欠请法轮的善根 乃至于请佛注视 长寿的善根 随喜的一切的善根 简单的讲 也就是从 普贤十大院的第一院 到第九院 所有的善根 我最后都要回向 所以回向是和佛教 很重要的法门 回向简单的讲 第一个 破除你的执着 第二个 扩展你的心量 我们凡夫 为什么会执着 比如说我今天做好事 世间人 做好事 Charlesity 都会来 请你上台来 办一个奖牌给你 所以你会发现 有些人 他很在乎名 为什么 一塌价 哇 二三十个奖牌 当然在世间来讲 教育的角度 给他鼓励 给他奖牌 是对他鼓励 可是佛法要教你是说 你做了善根 还要谦卑一点 不要炫耀 我们人常常就是这样 哎呦 你看我做了今天很多功德 你看到别人功德比我们大 我们就不高兴 所以你要心随喜功德 可是看到呢 你自己做的功德比人少 你就会觉得 你下次就不想来了 你就会退到心了 所以事实上 所有的功德 我们最后都要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的意思是说 回向给一切的众生分享 回向无上 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而不要求人天的福报 最后 回向愿一切众生都成佛 真正从这里啊 心里生起心啊 才叫做回向 知道吗 很多连有都问 师父什么叫回向 其实你还是没听懂 第一个 破除你的执着 第二个 扩展你的心量 所以当你在念的时候 你心里要真正有生起 想 我真正希望所有众生都成佛 那这个心要慢慢练习 对不对 我常常说一个笑话 以前老菩萨们没有听经呢 念佛的时候 这样 左边你要 欧米豆腐 欧米豆腐 那边呢 就是拿一个棍子 对不对 这个欧米豆腐 欧米豆腐 对不对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然后呢 他孙子就跑来跑去 他就打 有手心啊 你不知道我脸不过就好 哎呀 我听了都很难过 为什么 你念佛本来是慈悲心啊 那孙子跑来跑去啊 你可以不要用骂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打他 骂他呢 你还骂他说 你不知道吗 你在吵我念佛 好像你念佛很伟大 那念佛不是要度众生吗 那前面的一个孙 蹦来蹦去 你对他就根本没有慈悲心啊 所以有听佛法跟没有听佛啊 你去念佛啊 跟念咒的功德是不一样的 回向的目的是 希望说我真正修行 就像点灯 一盏点两盏 两盏点 无量无边的盏 对不对 扩展你的信量 希望所有的众生 都得到利益 生起这样的念头 这个才叫普接回向 那还有一个 有些人呢 是嘴巴念一念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 那么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度越苦海 念完了就没事了 那你放个录音机不是更好吗 对不对 所以那个不叫发愿 那个叫送愿 嘴巴念 有口无心 佛教徒不要学这样 知道吗 你要学佛法 你就学认真的佛法 你要知道 心的力量很大 你要用心真正去感受 好 请看下面经文 彼皆称良为一伯仪 一伯就是一团的意思 就是说我甚至呢 今天没有什么福报 我只有一团饭 可以去喂小狗小猫 那也有无量的功德 我也要像过去 未来 现在 所有的至尊 在他因地行菩萨道的时候呢 以做回向 我也要跟着呢 学着回向 所以回向 是佛教很重要的修行方法 接下来 我亦如是 以起善根 回向菩提 菩提是 愿一切众生都觉悟 以此回向的善根 愿我 及一切的众生 好 把这句话来 请看幻灯片 我及一切众生 画起来 请问 你是不是众生之一啊 是不是 没错 可是嘴巴讲是 很多老菩萨还是很固执 哎呀 师父 回向哦 第一个你要念我的名字哦 那你不是一切众生吗 其实传统上 拜颤啊 念书文 回向 愿 今天拜颤诵经的功德 回向 李某某 咚 就拜下去 其实那是善巧方便 那是做给初学人看的 老实讲 回向 真的是一个一个是念着面吗 你在所有一切众生里面都包含 所以华颜经里面 教众生 你怎么念 我及一切众生 鼎礼一切诸佛 我及一罪众生 鼎礼三宝 他常常想到 我及一切众生 像你看我讲经之前 师父都会礼佛三拜 我一定发愿 我及一切众生 第一拜我会念 忏悔 忏悔月葬愿 往昔所造 诸恶业 皆有 无始 贪嗔之 重生 与异之 所生 经对 佛前 求忏悔 你心里默念吗 念这个祭奏 第二拜 站起来 我及一切众生 都发 无上菩提心 众生 无边 誓愿度 烦恼 无精 誓愿断 法门 无量 誓愿学 佛道 无上 誓愿成 你可以念在心里 你因为念 你的心 就会很专注 第三拜 愿我 一切众生 你命中 使都往生 无量 佛国土 那我就发愿 愿生 西方 净土中 九品莲花 为父母 花开 见佛 勿无声 不退 菩萨 为伴领 不然你以为师父 在拜的时候 拜什么 就是拜这三个 第一 忏悔 业障愿 第二 发菩提心愿 第三 求生 净土愿 你可以写下来 你也可以这样拜 对不对 我们每天都要忏悔 今天你可能又不高兴了 早上又骂了老婆了 今天呢 你又不高兴呢 拜个脸色 又给孩子看 孩子呢 就说 我的妈妈 我的父母 是狂犯的 狂犯的 狂犯的 OK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对 我常常碰到年轻人 常跟我讲 他说师父 我的爸爸妈妈学佛 狂犯的 你知道吗 他在你面前 很庄严耶 在我们那边 像母老虎一样 我说 阿弥陀佛 师父没有教好 师父会慢慢教 好不好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有些人呢 对师父是很好 对脸有很好 可是你不是不好 反过来 要用慈悲心 对你的家人也很好 这才是修 普贤十大愿 第一 礼敬诸佛愿 对治你的我慢 不然来佛门 为什么要拜佛 对不对 不了解道理的人 很难对这个佛像 会顶礼 比如说西都教 天主教 来看 他最后就说 Hello Buddha Nice to see you again 最后这样而已 他不会像我们华人 要静下来顶礼 因为他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对一个木头拜呢 因为他不知道顶礼的意义 对不对 西方人 听好 西方人对自己的帮帮妈妈妈 他最后多的就是Shake the hand 或是Mommy Daddy I love you Have a hug 他不会跪下来 Mommy I bow to you 西方的文化没有 了解吗 乃至于你看他到基督教 天主教 最多只跪下来 God bless me Amen 就这样而已 祷告 他没有跪下来 对上帝 假如是牧师神父 他比较了解佛 他的教义的话 他就真正会觉得 啊 上帝你太伟大 他就五体斗地的顶礼 顶礼是我们佛教 是很特殊的 因为他有他的意义 叫做礼敬诸佛 所以我们希望 我跟一切的众生 常常要记得念 我及一切的众生 不要只想到自己 你这样慢慢慢慢 心量就会大 那你会说 师父我要发愿 我及一切众生 都中乐透 都中马票 很好啊 中了不要忘记我 这样也很好 这表示你心量扩大 我说中了不要忘记我 这句话是开玩笑的 请看下面 所以西藏为什么都会点灯 透过发愿与观想 这叫普接违向 你的心 常常要 你看灯 就这么小窄 接下来你看上面 大殿的蜡烛 那个灯 就很亮 接下来你看灯塔的灯 还有你看飞机 对不对 Airport里面 它呢在晚上的时候 它灯呢 可以所有的飞机都可以看得到 希望我们训练自己 简单的讲 简单的讲 注意听 普接违向是什么意思 把你的心啊 心的亮啊 就像一盏蜡烛 慢慢训练成一座灯塔 乃至于片造三千大千世界的灯塔 这个就是普接违向的意思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146 请看112页 第四行 146颂 说回我罪恶 请佛随喜福 即回向菩提 如最圣所说 其实它是最后一个祭颂 说明所有的十大愿望 我都普接回向 请看 假如我自己曾经造过什么恶业 我要尽量的向佛菩萨忏悔 对众生忏悔 乃至于我曾经做过 请佛注释 转法轮 请善知识 长久注释 乃至于我随喜一切的圣人跟凡夫的功德 希望我所有功德 灵命中的时候都给一切的众生 那你常常这样回向有什么好处呢 你所有的功德就会像影子一样 在你断气的时候就变成无量的光芒 让你的心会很宁静 往前走 你就会走向净土 请看 如前回向为菩提故 如最圣人所说 所以如是回向 所以龙树菩萨特别强调 这里讲七支供养 注意听 七支供养 其实就是大乘的普贤十大院 普贤十大院 看他幻灯片 普贤十大院 普贤菩萨是大乘 在金刚乘叫金刚萨多菩萨 这十大院里面呢 把它浓缩三条 就是叫七支供养 所以藏传佛教 他修七支供养 就是华严经的普贤十大院 所以同样的 你若要学金刚萨的教法 也要学大乘佛法 也要从学华严经的十大院 好 接下来再看几三 好 我今天再讲多一点 请看 几三 普皆回向为方法 分二 并依三页清静 请看经文 问曰 右笔回向 我们说现在我知道了这个笔 就是回向的道理 可是实际上我要怎么做呢 好 第一个 你身口意三页要清静 请看一百四十七颂 右七轮着地 一搏枕上衣 昼夜各三时 何掌作如是 好 我先让你看一张照片好了 就是这个意思 来 南传佛教 先看 右七轮着地 就是这样 传统上 南传佛教 佛陀说法 右七是着地的 就是两个脚这样跪着 当然有些是右七着地 左脚翘起来 对不起 我一下找不到这样的照片 右七着地 因为右代表正法 第二个就是呢 一搏枕上衣 看这里 佛在世的时候 是偏袒右肩 你说袈裟是往左边的 看到了吗 你现在看到 右边就偏袒右肩 右代表正法 这叫做一搏枕上衣 昼夜更三时 就是早上跟晚上 一有空的呢 都前程合掌 合掌如是做 你看这里有个比丘 他就合掌 佛在教他 要对前面的这位 先出家的比丘 合掌 顶礼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当你回向的时候 身要恭敬 你要坐着回向也可以 但是在这个祭送里面 是教你 右七跪着 然后偏袒右肩 当然是对出家众 可是现在 从佛教传到 印度 传到中国 传到中南亚 中国人不太习惯这个 为什么 他觉得奇怪 偏袒右肩 师父 有毛耶 你没有毛吗 中国人想法很奇怪 就是呢 这个不庄严 所以就要把它盖起来 所以你看 现在我们的师父都穿这样 可是西藏的仁波切 跟南亚 你就看 它是偏袒右肩的 这是符合印度的礼服的 其实我们现在穿的是中国唐朝的衣服 知道吗 真正的袈裟是师父这件金色的 是菩萨界的袈裟 这个长衫 是中国唐朝 你们看过 唐山采这样跳舞的 杨贵妃跳舞的 是这样的衣服 那我现在问你 可是民国时代就把它改革了 对不对 我们中国人觉得这样露出来是不庄严的 假如你去印度看佛像 佛像的三十二相 佛的两个腿是看得到了 中国家怎么可以看到佛的大腿 就把它遮起来了 这是我们中国文化自己解释 当然注意听 注意听 我要先讲道理 不然你待会又跟诸和尸和尚去辩 不是这样子 学佛法不是这样 可是当佛法传到不同国家的时候 它也会有不同的改变 比如在韩国或日本 他们出家人穿的衣服 跟我们现在的衣服就不一样 因为那边很冷 甚至戒律里面 在印度里面的确说出家人是不可以戴帽子的 因为沙门都是光头的 知道吗 进大殿是不可以戴帽子 可是这要有智慧去理解 像中国北方黑龙江 我日本跟韩国都很冷 你看红衣大师本身是律师 他也戴帽子 叫观音头套 那是不得已的 可是现在接下来讲新加坡 新加坡第一次带来的时候 哇 这么凉快啊 穿得这么少啊 所以因此会说 佛门来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自己的威仪 我觉得这是好的 你穿得这么凉快来干什么呢 你已经让所有的师父眼睛都掉下来吗 不需要 所以我觉得来佛门要威仪 那新加坡本身也很热 没有错 有些要穿短裤 对不对 还穿凉鞋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呢 要表达自己的威仪 我觉得很重要 你不要跟师父鼎说 师父你看 新红是说的 他们他偏袒右肩 我偏袒两个肩有什么不好 那你这样的话 就是很刚强难化 很难教 很固执 那你假如这么凉快 那你不要脱光光更好吗 可是我刚才说过 观世音菩萨连在洗澡的时候 他也互念你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假如一个老人家跌倒的时候 可不可以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当然可以 谁说浴室里不可以念 你跌倒的时候 难磨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就念了 再问一下各位 如果生过娃娃的妇女们 你在很痛苦的时候 你在所谓产房的时候 你念南磨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观音菩萨说 你今天没洗澡 我明天再来看你吗 不会吧 观音菩萨知道你做妈妈很辛苦 希望你母子平安 那时候不要憋气 你就念南磨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就大声念 念了以后 你跟你的娃娃 娃娃就会平安生出来 观音菩萨从来不会嫌一个众生丑陋 可是这里讲的是 我们对佛法要有合掌一心 恭敬心 请看经文 当自清静 找清静的衣服 而且要洗澡灌洗 洗你的手跟足 而且你要穿有裙子的衣服 你看这里经文有讲 裙子就是要遮过你的脚 膝盖以下 于一团之上 整理自己的衣服 用幼妻着地安置余地 所以佛在世的时候 在家居士入寺庙 严格说不能像你们这样 客家话叫发拉比伯 发拉比伯就是多采多姿 佛在世的时候 所有在家居士都全部要换白色的衣服 才可能进大殿 现在你看到泰国斯里兰卡 就还坚持这样很好的传统 所以在家居士叫白衣 白代表什么 你的心要像清净不染的白莲花 我刚才给你看过 知道吗 那当然现在任何的寺庙 大臣的话 有各个寺庙有制服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所以中医的说 重点是写 你的衣服要很端庄 那假如今天有喜宴 比如说是新春茶会 当然你可以化妆 你多化几个恶欢都没有关系 你目的要让众生生欢喜心 所以你修行的重点要抓到 第二个合掌意心 离分别意 请化起来 这是进大殿的时候 心要宁静 你可以念佛 念法 念身 念咒 不要左顾右盼 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 佛学班管理比较严一点 其实不是不好 它是很符合佛经家讲的 举个例子好了 我表演给你看 像你们吃饭也是这样 对不对 大秤的时候 对不对 捧着碗 然后这条筷子 这样子要夹 对不对 那你平常在家里不会吃饭 你平常都是这样吃的 对不对 然后吃的时候这样 然后又很大声 所以其实你的心是很乱的 所以来佛门的时候 刚开始你会觉得不太习惯 背要挺直 板凳只能坐一半 就好像呢 阿弥陀佛一样 对不对 好像军队训 让你左捧着 天哪有人这样吃饭呢 对不对 我好不习惯哦 我在家里 哐哐哐哐就吃完了 师父还说慢慢吃 愿度一切善 愿断一切恶 适度一切众生 很好啊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你吃饭的时候 从来都没有 胜过这些善愿嘛 这个是大乘僧团吃饭 所以僧团吃饭的时候啊 几千人都不能讲话 我觉得很好 为什么现在呢 台语有一句话叫 吃饭配味 对吧 对 就是吃饭 讲一讲 就吐出去了 是不是 我觉得太没有为疑 其实吃饭的目的是要让你的身心收舍 而且你会发现 当然了 师父若是跟居士们吃饭 是因为要跟他谈佛法 我也是会讲话 但是我在传统的生乱 也是经过这个三叶清剑的训练 慢慢你的心就会很宁静 吃饭的时候 就算你现在招待客人吃饭 你也会很有威仪 因为你的威仪是自自然然 而不是装出来的 了解吗 所以他目的心写在旁边 合掌一心离分别意 是收舍你的身心 不但是在进寺庙 请看幻灯片 A 若在如来的佛塔 B 在佛像面前 C 乃至于要观想虚空当中 玄一切的佛像 就像观世音菩萨 诸佛菩萨如在你的眼前 做如是意 C 就是经文的观想 我先讲A 一般人我们看到客人来 客人来了 我当时要去打扮一下 庄严一下客厅收一收 这是礼貌 同样的呢 你来佛堂也是这样 要有礼貌嘛 对不对 你总不会穿个睡裤啊 或睡衣啊 或凉鞋就来寺庙嘛 这个是不太礼貌的 为什么 因为你也长得不太帅 你也不用叫人家看你嘛 所以我觉得 你应该内心自然的清静表达 第二个 在佛像前 好 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有些人家里可能供佛像 你就会说 师父啊 我奉佛像 那我觉得有时候 我会很执着生烦恼 我问他为什么 因为我要换衣服 好 这有两个方法 老实说 若你真正的对佛法 有信心的话 其实你换哪个方向 佛菩萨都看到你了 不是吗 可是因为凡夫 还是要培养恭敬心 所以我建议你 假如你要换衣服的话 像中国大陆 以前蒙古人住在蒙古包 厨房 厕所啊 所有东西都在一个包包里面 他们也有佛堂啊 所以你看到西藏的探卡 就会有一块布 把它盖起来 所以我的建议 假如你觉得你很执着 又怕自己对佛像不恭敬 那你就在佛像旁边 做一块窗帘一样 把它盖起来 阿弥陀佛该睡觉了 那你就可以去睡觉 可以 这个是恭敬心 但是不要这样 正对着佛菩萨换衣服 这样不太礼貌 因为这是不好的缘起 对不对 就像我们穿衣服的时候 我们会对着看镜子 今天看得帅不帅啊 对不对 可以 可是你不要正对着观世音菩萨 换内衣内裤 那这样很不礼貌 因为这是不好的缘 将来你有不好的结果 知道吗 观世音菩萨其实不会介意 但是师父说 对于佛像的时候 你觉得很执着的时候呢 你可以挂一个布帘 或窗帘把它拉起来 这样子你就不会有执着 所以简单来讲 恭敬心比较重要 请看西 常常在虚空当中 想攀元诸佛 就像我今天教你的 想观世音菩萨 两三层楼这么大高 攀元诸佛就用心去意念它 如在前处 就像观世音菩萨 真正在你面前 注意听 当你想的时候 真的观世音菩萨 就在你面前 可是但是你看不到 看不到是因为 我们的凡夫的业力 还没有战处 可是当你心 慢慢战处战处的时候 当你想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真的在面前 而且他会放光 而且观世音菩萨 还跟你跟你说话 他说话就像妈妈一样 非常的慈祥 你在他面前讲话呢 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也不会恐惧不安 所以要常常做事意义 要做观想 所以这段经文很重要 要紧化起来 可见大乘也有观想的方法 不是没有 接下来再看 如前所说 若昼夜各三十 昼夜各三十就加起来是六 对不对 六除以二十四除以六 古印度是四个小时 算一个小时 古印度计算我们的时间 是不太一样的 昼夜六十 就是指整天的意思 刚才各位看过这张幻灯片 所以偏袒幼尖 是佛门的礼貌 幼代表正法的意思 接下来看 秉二 心力无量 请看四十一百四十八诵 一时所作福 若有形色者 横杀树大千 亦不能容受 请看经文 于彼所说六十回向 所以我们在战争当中 六十昼夜都吉祥 不管讲三十跟六十都是用二十四小时去除 然后在昼夜六十都吉祥 若分别一时 对于你所于中所作的福德 都要像诸佛世尊一般 为什么呢 因为诸佛世尊都有智慧跟神通 如实见者所说 就是说你所作的一切善法 诸佛菩萨都知道 所以你不用怀疑 接下来再看 经文解释 一百一十二页 第十六行 彼若有色 比如说你说供养的东西 说做供的东西 有色 这就是有形象 就好像你拿骨 骨 五骨杂粮等等聚在一起 所以传统上像 举个例子 像接下来你要不要做清明法会 就有很多很多的供品 有一种就会拿 米或是骨 把它排成很漂亮的图案 这个也是很好的供养 乃至于藏传佛教的八种供养等等 那祈福积聚呢 事实上是无有限量的 为什么呢 虽然如恒河沙树一样 三千大千世界 因为你的心量广大无边 没有边际 所以也不能够局限你 因此英文讲 亦不能荣受 就是说它是超越这三千大千世界的 所以可见我们在做回向的时候 我们不要空手 不管是灯或是香或是花或是蜡烛 那你东西是有限量的 但是透过你心量去观想 所以我现在还是教 你在家里可以做 比如说你供一盏花 对不起 借一下你的花 不好意思 我才会玩 你观想的时候 你观想的时候 对不起 先捧着 观想的时候你先观想 你顶里一朵花 你就观想一朵变三朵左右 再来前后 这样就变五朵 再看一遍 一朵你一拜一遍 就观想变成左右 还有前后 这样就五朵 再加上上跟向 这样就七 好 观想花向右旋转 就像云一样向右旋转 遍满三千大千世界 全部像星星一样 这全部都是花慢 你这样观想 所以一朵花 可以因为你心念力无量 而观想无量 那事实上 所有每一尊佛的世界呢 前面都有你一尊 你供的花 假如你观得出来的话 真正 佛菩萨会接受到你的供养 不然我来举个例子 我问你 你们拜初一时 我拜水果 供佛堂 我自己家里的佛堂 请问 这供水果 是供观世音菩萨呢 还是供你自己呢 你确定吗 最后吃的是你 好 我现在问 来 转心听 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不然你想 我初一时五都要拜 香花灯果煮 请问 你供水果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也没有接受 认为有的请接受 请举手 手放下 认为观世音菩萨没有接受 最后那水果是我吃的 请举手 没有人举啊 那没有举手的请举手 为什么 表法的话 那假如是 就以表法来说 那你不要买真的啊 买一个假的蜡烛 不是永远一辈子都在那里供吗 不要害怕说错 师父这样反问你 就是问你 清楚 不然我们佛教徒都在做 可是你都没有去想 为什么要供 香花灯果煮 第二个 我问你 我们供完以后 对不对 我们从早一直供供到中午 假如是以南传国大乘的戒律 供完了中午以后 就把水果拿起来 对不对 那请问 水果拿起来 谁吃到水果 是你吃还是观世音菩萨吃 请问你认为 你自己吃到的请举手 对吗 都是各位吃嘛 好 那我问你 你吃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有没有接受到 你认为也有的请举手 你确定吗 不要乱乱举哦 对啊 我们常常 手放下 就像你们也是 供养我水果 我也接受啊 然后说来 先去供佛 供完佛 明天供养所有的大众 那我们为什么要供佛 可是以物质的角度来讲 水果是我们吃 都吃到我们肚子了 对不对 那观世音菩萨 有接受到吗 你确定观世音菩萨 有接受到吗 那假如有的话 我们才有功德啊 如果观世音菩萨 没有的话 就像你讲表法 我买一个辣的 做的就好了嘛 现在有个辣相人 各位知道吗 下次做个心红丝 在这里 24小时为你说法 那不是很有趣吗 所以很多佛教徒 没有去想 对不对 那为什么我们供的时候 会有功德呢 你有没有想呢 那我问你 假如我们现在供的 香花灯果竹 不放在佛菩萨面前 放在一只狗的面前 有没有功德呢 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对不对 对不起 我来新加坡 就是让你动动脑的 好 我想各位有些连友 都会思考过 注意听 注意听 当然他有很多的解释 第一 当你虔诚的买香花灯果竹来的时候 他不但表法 也生起你虔诚跟供养的心 你一定要有东西 你没有东西 他不会生起功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拜观世音菩萨 对不对 你说观世音菩萨 我今天供养你最好吃的榴莲 那他有没有收到 答案他真的收到 他收到不是像我们人间讲 这个是水果 塞在我嘴巴里吃 不是 而是他观世音菩萨的心 像镜子一样 反射三千大千世界 我刚才说 你动什么念头 他都知道 同样你供水果 在意念上 他也接受你的供养 为什么 因为他是圣人 南无过去正法名如来 道驾此行 现前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普门品说 若有人礼拜观音 拜一下 就等于呢 胜过 四十 胜过六十二亿 恒河沙 菩萨的功德 是真的 为什么呢 因为观音菩萨 他过去的时候 拜他的老师 叫观音古佛 观音古佛 是圣者 所以他一胎坐下 他修了很多很多的功德 成佛 今天他成佛了 坐在那里什么 他也让众生 众福田 跟修功德 知道吗 其实观世音菩萨 他有没有水果 对他来讲 是没有差的 因为他也不需要吃饭 但他为什么接受你的供养 因为他怜悯你 大悲心 怜悯你众生 所以你供养他 就会生起功德 接下来的 那收下来了 对不对 榴莲切了 其实还是你吃嘛 你吃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有没有 他很欢喜的 他真的欢喜 因为他生欢喜 所以你的功德 是静虚空遍法界的 这是真的 所以你要理解 观音菩萨的接受 不是像我们人间讲 一定要把水果 塞在我嘴巴里 搅一搅 举个例子 中元七月超度 你会发现 超度很说 好疼的 我不知道这边法师这样 你下次注意看 七月超度 或是清明法会 你拜了好几天 连续好几天法会 有些水果就烂掉了 为什么烂掉 因为幽民界 跟天龙八部的众生 来接受供养 他不是说苹果 拿起来吃 是他吸他的气 吸了以后 水果就滋滋然 就腐烂 所以传统上说 供养 好疼的水果 你们不要吃 因为你就把它布施 或丢在树下 做养分就可以了 为什么 因为那个气 已经是被幽民界众生 吸走了 因为食物是有能量的 不然你试试看 你一个苹果放在家里 放三天四天 最后烂掉 也是会发臭 对不对 所以观世音菩萨 接受众生的供养 并不是说 一定要用嘴巴打开来 OK very delicious yummy yummy 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用凡夫 而是他是心念 接受众生的供养 而且因为他生欢喜心 所以你的功德 才会尽虚空遍法界 所以这里标题讲 心力无量 心的力量是真的很大 假如你没有搞清楚的话 那你经济不景气 有人问我 师父 经济不景气 出一十五 香花灯果 出很多钱 我不可以少几样 我说你自己想吧 对不对 你起码供一样吧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你要了解他的道理 接下来请看经文 一百一十二页第十八行 以彼回向福 与虚空界等回向故 乃至于一时 你很虔诚 很短很短的时间 你都真心的回向 你所累积的福报呢 都是无量无边的 何况你用心多一点回向呢 所以回向是很重要的 大乘佛法 为什么回向很重要呢 他简单的讲 让初发心菩萨的凡夫 在最短的时间 升起最大的功德 这样子你才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接下来讲 虽然是初发心菩萨 经文有话讲 由回向立故 回向请你写在旁边 要加上发愿与观想 很重要 回向要加上发愿与观想 所以虽然你是拿一只香来供佛 但是也可以观想变无量无边 虽然你今天只拿一个苹果来供佛 也可以让自己跟一切的众生 早正无上的佛果 所以由回向故 亦成广大的福德 这个福德像虚空一样 像大海般 所以这次讲座 其实每次讲座都很重要 这次讲座最重要的是什么 告诉你怎么样用人生而累积最大的福德 答案是在你的发愿 观想与回向 至于在财力上 你能做多少 那都没关系 你今天有福报 可以出五十新币 那你就出五十新币 你今天只有福报 我只有十块新币 那就十块新币 我今天只有两块新币 也可以累积广大的福德 了解吗 所以还以如是 相福俱顾 见次能够成就 无上阿诺多罗三妙三菩提 好 再给我讲一小段 好不好 那我们就回一下 请看甲巴 善互福德妙用 请看科判 幻灯片 一百一十二页到一百一十四页 叫做 善互福德妙用 第七个资粮 先看幻灯片 一位师父先把它整讲 几一 敬礼一切行者 这里敬礼一切行者 最重要不可以要有傲慢心 你要礼敬诸佛 第二个很难的 很难很难的 不可以说一切他人修行的过失 所以修行先要从口德开始去谨慎 第三 不放弃你的菩提心 不舍弃菩萨的六度万恨 为什么 因为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很容易常常放弃 这几天我在会课的时候 也很多连勇跟我说 哎呀 师父命好苦啊 菩萨到修行真的很难很难 有时候我都快放弃了 我说这是正常的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慢慢来 但是不要放弃 为什么呢 因为你放弃的时候 就永远没有改变的机会 因为讲 Never give up 最后一个要特别写下来 我觉得现代的很多佛弟子 不论在家出家 很容易毁谤佛经 尤其遇到不好的老师 尤其听到很多脸友乱乱讲 所以动不动呢 就说这个经是假的 动动都说 念了那么多 也都没有效 念了那么多 哎呀 佛菩萨你到底在哪里 其实我们有意无意 都在毁谤佛经 我觉得 本来你要累积很多功德的 可是呢 因为你没有注意下面这四个 所以就像这个茶杯 上面茶杯本来要装水 看这里做这个比喻 本来水就是要装上去嘛 你要喝啥 可是现在呢 假如你没有善护福德 妙用 善护就是善家的保护 然后呢你在下面戳几个洞 我旁边戳几个洞 那水就流下来了 其实有很多的佛友 不管是有意无意 你修了很多功德 但是你也爆掉了很多功德 第一个爆掉功德的是嘴巴 尤其是新加坡联友 很爱complain complain你的福报都没有了 这是师父得跟你讲真话 新加坡联友很有福报 但是你会觉得你命未苦 然后呢工作都不好 就是你很爱抱怨 当然我们英文里面可能会讲 friendly complain 你真的friendly吗 其实你很complain的时候 都是很凶的 我讲真话不要生气 你可能到过其他国家 你可能到过日本 也到过韩国 你到过台湾 也可能到香港 当每一个国家都有很多的问题 再比较起来 新加坡人比较会complain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多年前2003年吧 新加坡第一批联友 来了我们台湾 那我招待他的时候 我师父也很用心 带他去素食馆 那吃完饭 我们就喝咖啡 一喝咖啡的时候呢 因为他长得比较胖 那咖啡的美景很漂亮 是在外面嘛 庭园设计 你知道台湾有很多喝咖啡 都是那种Zen Style 禅风 对不对 有流水 他做了就很好 做了15分钟 跟他聊 接下来就这样 师父我们可以不换地方 师父啊 我们可以不换地方 这里好热 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 我说连你这个苦都不能吃的话 那你还要去印度朝圣 他就很不好意思 没有啦 对不对 师父 我没有啦 我只是说说一下 去上个出来 上个出来 师父 我们还是换家吧 那时候我就觉得 新加坡人很爱complain 因为新加坡人 习惯生活在 很舒服的地方 听好 这是你们修来的 我们台湾没有24小时开air condition 你知道吗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你们新加坡里面什么东西最贵 水费很贵 第二个是电费很贵 我们台湾春夏秋冬 只有夏天到超过28度或30度以上的时候 我们才会开冷气 我们都开电闪 还有另外一个也不要生气 新加坡的建筑上面都没有窗户 我们台湾有很多窗户 有窗户 有窗帘 还有砂窗 当然要花很多钱 但是我们很通风 严格说打坐也不要在冷气房打 所以讲这个用意是告诉说 各位有福报 你们的福报是 有一半的人 哪里爆掉呢 嘴巴翠翠念 真的 你去看了凡视讯 看中国的四书 讲一个人 如果常常抱怨的人 是没有福报的人 你的福报都被你的嘴巴给爆掉了 知道吗 比如说老婆也很爱念老公 我今天还讲了一个脸友 不要说谁 对不对 他说他跟老公之间有点误会 老公越来越不喜欢他 我说对啊 看你这么黄脸婆 师父也不太喜欢你 我就反问了他一句 你听了这么多经 请问老公回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鼓励过他 倒一杯茶给他喝啊 你有没有倒一杯咖啡啊 或凉茶给你的老公喝过啊 他突然愣了一跳说 对师父 我很久没有到 我说怪不得了 对不对 真的哦 所以学佛法要从这里去改 知道吗 不要一回来就一直念 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 你为什么不把那体力去念 普贤行愿品呢 你怎么这么爱念啊 对不对 念完你就累了 就睡觉了 睡觉了 晚安 更耐着 对不对 所以不要太爱念人 还有爸爸妈妈对小孩 关心他 鼓励他 不要太爱念 现在的孩子有自己的世界 你一直念念到最后呢 他就不会想回来 会想 哎哟老妈好烦哦 去庙里念经好了啦 对不对 每次我朋友来就一直念 一直念一直念 对不对 试试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福报 都被你嘴巴爆掉了 当然不是说不可以讲话 而是你要讲真心的话 关心的话 老公很辛苦 其实你也很辛苦 现在老实讲 活着做一个人都很辛苦 我觉得做一个和尚都很辛苦 知道吗 真的很辛苦很辛苦 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不辛苦的 所以你常常要感恩 哎呀老公你回来 来给你喝杯凉茶吧 你要喝咖啡吗 我帮你报 你问 起码他跟你说 哦我不用 我待会再 可是他会感受到说 哎呀我回来 家里很温暖 很快乐 你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嘛 对不对 不然他看到你就 哎呦黄脸婆 走吧 哈喽朋友好久不见了 我们今天在给浪吃饭好吗 你看你生你呢 又开始吃醋了 老公哦 检查一下他的手机 最近有一些不明的简讯呢 你看夫妻之间 一点点小点问题 你就发生了误会了 爸爸妈妈跟小海之间 一点点误会就分裂了 朋友呢之间 一点东西呢 好我常说一个例子 来我举例 对吧我拿那个 我们有十个手指头 我们对别人好 做了酒庄好事 我们常常都忘记 假如一个手指头 在看这里 上厕所沾到大便 嗯好臭哦 可是你会不会 你一直很讨厌这个手指头 你会把手指头砍掉 不会 因为那个是你的手 可是呢 我们常常呢 一个手指头沾到大便了 我们就忘了 还有九个手指头的功能 人为什么很容易起恶念 人为什么不愿意 生水洗功的行 因为我们常常都记得 别人的不好 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你有没有发现 吵架的时候 十年跟二十年前 这样都可以翻 有时候老公说 天哪老婆我都忘记了 你都还记得 嗯 How can I forget 我怎么可以忘记呢 那请问 阿弥陀佛你怎么没有记十年呢 大悲神中 怎么没有记十年 其实我们人 是有这个心的力量 但是我们选的地方 选错了 所以我们常常讲 对不对 做好事要三年 做坏三天就变化 同样朋友的友谊 对不对 三年好好地的经营 五年十年 对不对 因为呢 三天闹得不愉快 吵架三句话就翻脸了 那你还说众生无边 誓愿度 是不是要觉得很惭愧呢 是不是呢 所以希望各位 大家要从这里好好去想一想 所以你要想一想 你从早起来 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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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保持微笑 我今天要做观世音菩萨 利益众生 当然会碰到错者 人家骂你 没关系没关系 对不对 你就慢慢慢慢慢慢 你就会求进步 否则你讲了这么多的佛法 在家里 没有看到你改变 你的脾气也没有变好一点 你的耐性也没有比较好一点 你催催念催催念的个性 也没有改 所以希望新加坡的联友 不要乱抱怨 反而要珍惜 要感恩 你可以友善地给人家建议 比如像英文讲 Sorry may I give you a friendly advice Please 那时候你的心是很宁静的 你这样子给人家建议的话 人家也会觉得 You are very friendly 你很友善 他就会用心听 知道吗 不要动不动用称心去跟人家相对 你称心跟人家相对的话 人家也不愿意听 你的建议 那当然你就很苦 好 请看 再给我讲一段 己一礼敬诸佛 一切行者 我会用心去跟人家相对的 我会用心去跟人家相对的